越里警分局卓乐派出所远警在执行巡逻情务时 看到前方一名男子疑似在吸毒而且还一边在骑车 向前盘查发现这个陈姓男子他神色紧张 左手还藏在裤子口袋里头色色发抖 远警进一步询问这个男子还变称说是糖果 想要蒙混过去 不过逃不过远警的发现 陈姓男子最后只能够乖乖浇出藏在口袋里的爱菲他命 警方也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送侦办 穿黑色吊戈的男骑士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边骑摩托车边骑时被后方执行 巡逻情务的远警带个正着 陈姓男骑士面对远警盘查询问故作镇定 不过藏在裤子口袋里的左手却是很诚实不断发抖 远警察觉有意 要求陈姓男骑士拉出左手摊开 男子这时才开始紧张得不知所措 甚至胡言乱语 便称口袋里手拿的是糖果 不过仍逃不过远警的发现 一眼试破 逮捕送办 快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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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的那个手是什么 手打开 手那个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不是没有 自己讲这什么东西啊 哎呀什么糖果 这个叫什么糖果 接近鸡啦 怎么聊呢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这乱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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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日前 下午直行行流情路 行经义理证 中校路 见男子骑车 行机可疑 上浅盘查 过程中 发现男子 嫌有欲壮 左手不断发抖 同等便立即 询问 裤子里装了什么 物品 成名在警方的追问下 人难讨法力的制裁 交付安非他命两小包 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花脸地方检查署正办 陈南健事迹拜露 当场被远警抓包 只好乖乖交出 藏在口袋里的安非他命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将陈姓男子移送正办 玉立分局长黄敬尧 犯罪零容忍 强调为打击不法 远警也将会持续的来查气 维护民众安居乐业的居住环境 记者是玉兰玉立镇采访报导 维护民众安居乐业的居住环境